哈喽大家好 近乡第一日本人 乌曼达在上海 None How 我有一个在杭州工作的日本人发小 他强烈推荐一家 目前在北京没有的 日本旋转寿司连锁店 那我来到了百联中环购物广场 想必已经有小伙伴猜到店名了 打在公屏上 三二一 那店的名字叫 这不得不说 上海人可能真的比北方人要更接受日料 这商场里没什么人 但是冰寿司拍大队 好期待呀 冰寿司的一大特点 就是使用了日本山形县的大米 一味道是吗 一味道 八台做B12 OK 终于到我喽 拍了差不多半小时不到吧 这是八台12吗 今天完全是战斗模式 这边的一味道 黄鲤鱼 金枪鱼大男20一个 来一个 金枪鱼中腐海苔包 来一个 三鱼男 来一个 青蔓碧点 来一个 大鲜虾15 来一个 湿鱼双天 来一个 鲜鱼的裙边 牛肉鹅干15 来一个 它这边的酱油 有四种 哪个都行 其实 这茶水是往里倒的 绿茶 这点单快倒的时候 它就这么提醒你 你看我这个 这是我点的 12号 哎呀妈呀 金枪鱼泥 金枪鱼大男 太漂亮了 好了 狮鱼组合 大虾也来了 很角色来了 兴满寿司 哇塞 这画面感太棒了吧 鲜鱼的裙边也来了 开动开动 第一罐 三温鱼南 太肥了 太棒了 妈的 这一碗 中家吃一口的姜片 姜片能很好地 把上一罐寿司和下一罐寿司的味道 给隔开 像一罐金枪鱼泥卷 吃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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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这金枪鱼泥在嘴里化了 我点了鹅肝牛肉来了 上边是鹅肝 底下是牛肉 这个必须得趁热吃 一口闷了吧 吃一碗 吃一碗 牛肉跟鹅肝的交响乐 简直太美妙了 金枪鱼大楠 这得早点吃 到后边就会腻了 入口即化化了 要稍微带一点点筋 不过还是挺好吃的 我相信 此时此刻有小伙伴说我拿米饭 炸着酱油 不懂寿司 但是我真的跟你说 有好多日本人也是直接拿米饭去蘸的 真的没有那么多事儿 就跟我们吃北京烤鸭似的 不是所有东西都要卷进去 以下我就喜欢卷点葱 贝类三拼 先来个扇贝 鸟贝咯噱噱噱的口感非常好 略微带点甜 理论上来说响罗的口感应该是最脆的 清热线吧 继续啊 你们看他们家的星曼啊 拐个弯的 看 可以吧 这样 十块钱 还要什么自行车呀 星曼处理的特别好 一点都不行 上面那个芝麻 配合这个甜口的酱啊 真的是好吃 我那哥们说有一个蛤蜊味噌汤很好喝 十块钱 来一个 来咱们继续搂寿司啊 大虾 他们家有点麻烦的啊 就是这个咖喱 一包一包得撕 好接下来湿鱼两湿 就是一个是拿火撩的 先来一口撩的啊 它就是表面略微的撩了一下 里边是生的 食鱼的味道还挺浓郁的 上面弄一点柚子皮吧 挺有意思这个味道 但是它筋处理的不好 牙口不好的人可能觉得这个一般 食鱼 可以 看它的油脂啊 可以 我个人觉得比炙烤锅子要好处很多 这家店对于寿司爱好者来说真的是福音 我感觉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出汁的酱油啊 来 裙边 走起 有咯吱咯吱的口感但是入口即化 哇太肥了 你看这种旋转寿司店的寿司啊 你没有办法拿鱼这边去蘸 因为它会散掉 我也不知道吃了多少钱啊 但是 继续 火制沙丁鱼来一个 诶 这不可能吧 大切猴黑鱼10块钱一罐 我最爱的海胆 大猪加鱼来一个 这是真海胆 味道 可浓郁了 猴黑鱼的价格 懂日料的应该都懂啊 尝尝 大猪加鱼 制烤以后把它油脂都逼出来了 这个绝了 这个十块钱两个人绝了 真的是入口即化 上边那个姜泥配合真的太好吃了 一点都不腻 我点了蛤蜊汤来了啊 哇塞 满满都是蛤蜊 酱汁鱼 酱汁鱼 来一个 再来一个 葱花金枪鱼 酱汁鱼 酱汁鱼 味道就是 超级日本的味道 超级日本的味道 这是今天 普普通通的旋转寿司 做的都这么好 性价比都这么高 实话实说 我是奔着 300以上的预算 去点的 结果最后 也看见了215 真的是 这游戏 那想了解更多正宗 且好吃的料 请关注 吴妈安达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拜拜